大家好,我們今天就是示範一下怎樣REV4 現在時間就是8月11號,快11點 我們是11點REV4,所以我就要準備定額 什麼時候REV4呢?其實我們可以在Q10上面 我們在Manage Class那裡 我們在Environment Days 我就是11號11點,早上11點 所以我現在就準備REV4了 對著這個時間 首先有一件事就是信仰 我自己就是會練VPN的 練個中大VPN 那就叫做 心理上可能會練得快些 因為Q10REV4這件事真的好看彩數的 有些人就會回中大REV聽說話快些 那我就懶了,那就練VPN算了 這裡還有5分鐘就REV4了 那我們就說一下REV4要做什麼 譬如我這裡 首先我要知道自己讀什麼科 自己讀什麼科怎樣知道呢? 那我就去CUHKEE 那我就可以在Undergrade那裡 就可以查到我自己 要讀什麼科 Cours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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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可以下載到這個Document 那就見到我們要讀的Major要讀的科 就在這裡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們這裡 Academic Progress 給這裡賣 Academic Requirements 那你就要等下載一輸 等下載一輸 等下載完出來之後呢 你就會見到我也是需要讀99塊的 那現在Drupal那些可能要讀123塊 那我是有那些簡面 所以我只需要讀99塊而已 那我現在已經讀了X2了 那有些什麼要讀什麼科 譬如Physics Physical Education 這個是PE 來的 英文 這個 書通 大通 這些我也是讀了的 那你就會見到要讀什麼 那我現在暫時還剩下Elective 就讀了 那這裡可以展示表出來 跟你說你有什麼Elective可以讀 那我還有14塊要讀 那你其實這裡也看到有什麼Elective course 但是這裡其實也看到的 那我就選擇 譬如我上網找一下我要讀哪科 那我現在是欠個 有個普通的ENGG 1110未讀 因為我Elective course 那1110的時候 我便找一下 我哪科有空的 自己奏回個時間 那我就喜歡用一個 Killus的Times Table Planner 那我就可以看到我這個Times Table 那如果我這裡有個時間 我是有空的 我想讀F班 那我就在Killus上面找 我可以add它入Sopic Card 那就add EnGG 那我這裡 1110 這裡Problem Solving by Programming 那我之後我要加F班 F班 為什麼我喜歡F班 其實我一天去 星期三是上4點半3點半的 而其他班我見到它是早些的 1點半的 這個4點半因為我撞了F4 有F4跟我撞了 所以我不可以v4點半班 我要v2點半班 而2點半班裡面呢 這些早上10點半呢 我就起不了身 我怕自己 對 早上10點半我怕起不了身 所以我就rally班 那我就選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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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跳步的了 接著就寫 那我就成功add了 好 我來這邊看看 這些都是我要讀的課 那如果我在Red4之前呢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Farity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 好 我可以見到這課其實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看到這裡 可以見到 他add和drop都好 他有個yes在 這個就是你需要書面同意 你需要有人同意你才可以add到 就是你不可以經過swap add drop 這些完全都是做不到的 那要怎麼做呢 想搞這些for 譬如你大中大英呢 都是你這些都是不可以swap的 真的不可以動它 那我如果真的要改的 我們就要找email 你email有個 這個e department 送給你的一封email 那上面就要給了個 就是courses adddrop form來的 那你填那份adddrop form之後呢 你就寄回去給他 用email給他 那他就會跟你說的了 那我這裏呢 其實就做了的了 那其實那封email 就沒話說的 你自己跟他說add course 那你發表給他 那份表就自己記得填了他 我這裏就填了的了 那你就說你為什麼要加他 那我就是因為我要quad 所以我就加了他 那就夠了 所以我就準備Red4了 還有50秒 那就準備了 我先剪好所有東西先 engg 我這個最後都剪好 其實應該是鑽不住的 那我就自動使用了 先按按鍵 那這個轉圈呢 就很正常的 只要那個螢幕沒有8 就不用refresh的 那就等了大家 基本上都是 我現在EF3 撞車的機率是低很多的 但是你們如果EL1的話 基本上撞車是100%撞車啦 即是說我上年再上上年的經驗都是啦 11點Red4有人馬上握到 即是他11點10分就握到 有人12點都入不到他的網站 直接登入不到 那就是 看Red4是一個很看賽數的東西 那我現在系統就更新了很多的 他就會先排隊 不幫你握字 先排隊先 逐個逐個排隊 握不握到 我們跟排隊 跟隊的 有丑又有丑 沒有丑就沒有丑的了 那他就會跟你說有沒有丑 現在就跟你說in progress 就是我現在排在隊了 我現在成功交了新清智的電腦 我排在隊 那這個情況下就等了 沒有東西做的了 是等的了 起碼你這部是好的 這個系統是一年前更新的 再再前兩年呢 是完全沒有這個等候系統的 你一進去整個盤白了 不知道什麼事 握到不知道 是好看賽數的 那現在就好很多啦 你就排隊咯 排隊都不代表你握到的 跟你說 即是太醜了 你可能排隊前面有100個 那那班就可能被握完的了 那到此就要想定後備方案啦 那我 是一個就來握了 其實我是不需要後備方案的 因為我一定握到的 我是基本上最早的一批握的 有一批比我的10點 那我現在是11點握了 其實我都是最早的頭兩批來的了 我就不怕的 而生生呢 就全部都是基本上最後一批 這個就是所有人最後一次 就是可以後面 可以試了堂之後再加貨 但是那些熱門cost 你不用想著 這個時間可以握到的了 真生呢 永遠都是最後的 真生最後握呢 還有真生最麻煩的 要握PE啦 PE就好大競爭啦 因為我現在這裡給你看一下 PhED PhED Physical Education 100 100 F Y3 即是所有year1都要讀PE啦 不管你讀什麼major啦 即是 你都說幾千人和你同時握PE4 那這些4就每班一個二十多人啦 但你同時只握PE4 即是可能很多人搶的 一班可能很多人搶的 但是到時你和你說 如果一個這裡 refresh 他和你那個不行的 你可能就要立刻握PE4 我現在還是不行啦 因為他一班二十多人 真的很大競爭啦 有些其實你見到major4 一班是百多人 但其實你的major一屆 其實只有五十多人 你是不可能握的 所以major4其實是 比較好握的啦 但是如果你說PE啊 大通啊 書通啊 大通都是的 大通的問題就是 都是小班教學咯 小班教學變成了你 你一班其實很容易換的咯 特別是熱門的教授呢 這些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語字不對話大通 是所有人都要讀的 Long Drupas 真的有Quack假面的那些呢 就 Nature和Humanity選一個 但我建議Nature 因為Nature是Science Print Science的 Humanity那個就自學很多的啦 難讀很多的你聽說 那這些呢 你不要看一三一 但是你下面你是wrap tutorial 你是wrap於十個人 你wrap是wrap tutorial的 wrap4是wrap tutorial的 即是你就要選一班的 變了你選totorio 這個totorio的阿三文 他這班可能未換的 但這個totorio換了 那你就wrap不了這班的了 wrap不了這個professor 那到時就要整睡啦 立刻轉第二個totorio 其實很多totorio 有些會撞時間的 有些不會啦 他這裏就沒有撞時間了 這個就 但是我見到這totorio 很多 他有不同TA做totorio 會撞時間的啦 那就是主要wrap4 要注意的事項就是這樣啦 那我這裏 我等他得了 我給大家看多次個成功的畫面啦 那我就回來了 那大家可以好好看 看到我有一方是wrap list了的 但我 position是三 所以我覺得是有機會啦 那我這個就先保住的 因為其實五二落 其實都有好機會 好大機會 可以wrap到的啦 那這三個就好成功了啦 就是add到的啦 那這個呢 就是剛剛說的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to take this cast 那我就叫做完成了 今次的wrap4的啦 那還有一個小技巧 可以跟大家講一講啦 那就是這個end moment request id 就是他前面那幾塊數字呢 基本上就是他是由 000 60 300 000開始的 他後面這三個345呢 代表我是第345個 因為我是11點鐘準時wrap的 所以其實一般來說 我是第345個wrap啦 即是交個申請過去啦 那如果你是11點半呢 這個數字可能變成39了 可能40了 就是他可以過千的 就是他寫個request 可以過千的 對啦 那他可以過千 所以這個數字 那我 譬如我現在可以試一下啦 shopping card 那我試一下wrap4啦 那他見到我39690的啦 那就是已經過千了啦 但是其實我剛剛335 就是我看到我是第365名的啦 那現在很明顯過千 過千啦 1690名啦 就是過了15分鐘啦 過千是很正常的事 那是 我這個cancel了 其實我已經過了15分鐘 應該wrap不到啦 就是我加了個表 但是我不可以在qsr上面wrap 那就主要今天說的東西就完啦 那我其實就完了wrap4啦 這個anmoment我cancel了先啦 我今天就完了wrap4啦 那大家看到我的schedule 我就這裡出來了啦 那又是一科release的啦 那release我覺得可以等下的 其實我也可以搜尋一下 其實我也可以搜尋一下 搜尋一下 搜尋一下 看看我是什麼情況啦 p24 我是adwrapb班的 1030b 他都還沒更新喔 我不是可能reserve了位嗎 我可以搜尋一下先 那我找回我們的課啦 因為他有些課呢 他會reserve了位給特定major的人 就是你只是那個major的人 才可以先wrap 後面所有人 你不是那個major的 全部都是wrap的 我這課你看到我是70-70的 但是為什麼我wrap不到呢 你按來這裡看一下 For year 1student offacul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就是他70個位 全部都是給EA1的bba先的 那bbls了 完了整個release 你才會把那些release 其他major的人放進來 那cs也是有這些情況啦 那就不要說為什麼 咦為什麼有位 為什麼不讓我wrap呢 為什麼我去了release呢 那今天的release就完了 謝謝 拜拜